你可以在繼續隨走之前呢 跟花友們稍微分享一下 這加州小院的成型 因為我這幾天看到很多新的花友加入 可能很多人对我不是太清楚 我这全部的院子 我开始进入种花的坑 是在2020年大概9月份 所以是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刚开始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只是简单的几个视频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在后院开始种一点菜 所以刚开始的视频的名字 叫做加州小菜园 然后后来半年之后呢 我发现我比较喜欢种花 所以视频就 channel就改成加州小院